我們在看新鮮的 新鞦工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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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妹妹啊 你們有沒有覺得 今天有一股很新鮮的感覺 要口味嗎 沒有啊 沒有聞到啊 我說的新鮮 是因為現在已經是六月份啦 有很多社會新鮮人 即將要加入社會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空氣中 有一股很新鮮的感覺 可是杜姐 我覺得剛出社會找工作很難 而且不是很順利耶 不過沒關係 心情不好的時候 只要收看我們金曲龍虎榜 就對了 還有呢 忙著這個期末考同學呢 如果讀書讀累的時候呢 只要看看我們金曲龍虎榜 馬上又可以多念好幾個科目 誰說的 不管是阿公阿媽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不管有什麼任何的櫻南雜症 你只要看我們金曲龍虎榜 問題就解決了 有完沒完 你們把金曲龍虎說得這麼好 那我們乾脆開金曲綜藝診所好了 所有櫻南雜症可以包解除保 還有老保啊 不過最主要就是我們今天講那麼多 大家知道金曲龍虎榜好處相當多 但是我們再講下去 大家今天都不要看節目了 所以今天告訴大家就是今天的節目相當的精彩 有多精彩呢 就大家睜大眼睛來收看今天的金曲龍虎榜 謝謝 各位好 我剛剛離這個臨時機場大雨 不知道有沒有把你下沒了呢 希望不要啊 所有地方都沒了 可是你的心千萬不能沒 永遠保有一顆很清新的心 我想你的所有的生活都會非常愉快的 好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星期 新進的一些新的專輯 我想聽完之後 你也會擁有清新的心情的 請開 第一章 這是方季偉的專輯 海鴻飛亞飛 蘇慧瀉的專輯 六月的茉莉夢 宋芸的專輯 我很輕鬆 京城武最新的專輯 只要我和你 新人周韋傑出專輯 正要下班 剛才這幾張都是有畫面的 現在我還要介紹兩張 這兩張是才出專輯唱片 那我們就趕緊介紹啦 但是它MTV還來不及播放呢 我們就先來了解一下 那麼這兩張分別是 木吉他的專輯 記得我 那麼第二張是大學程的專輯 心中有愛 溫柔相待 這兩張唱片呢 都是好多人一起唱的合集 我們也希望呢 這幾張專輯唱片 達成的假期 如果有空的話 那個多多去欣賞 多去了解 那麼接著我們再來看看 20名到第11名部分 有一張是新進榜的 請看 曹俊宏 曹俊宏是愛人還是朋友 利用水晶玻璃清脆的特色 作為伴奏的樂器 雖然專輯裡面呢幾乎都是舊歌 但是呢 卻帶著大家一些不一樣的感受 因為呢 曹俊宏畢竟是歌壇的老手了 而且從幕後到幕前 他會唱出他自己的感覺 跟一般專業的歌性是不太一樣 不過他也把他這個 到底是愛人還是朋友的張清風 一起帶出來演唱了 到底是愛人還是朋友呢 你現在了解了嗎 好我們接著再來看一看 第10名到第6名的部分 第19名 葉安玲 親愛關係 似乎在婚後 葉安玲更能收入了解 人與人之間親愛關係 所以這一次她濃而不裂 卻有不浮誇的方式 給予現代人新的感覺 第29名 李怡君相似的烈酒 歌迷的一方來信 引發了一段張真集主題的設定 是今相似的烈酒 能夠永遠維持一定濃度嗎 第8名 鄺美瑜容易受傷的女人 看似容易受傷的女人 看似容易受傷的女人 其實鄺美瑜很容易懂得 讓自己如何地去不受傷 第7名 周懷健的花心已成熟的男子 琴琴唱出對花花世界的親日愛 令人動容 聽得很過癮吧 這幾張專輯 《無毒有偶》 幾乎唱的都是 比較成熟的一些感情 那麼至於待會兒 在第5名到第1名的部分 又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呢 這個禮拜 戰爭好像也蠻激烈的喔 今天 阿姆 前頭明天與歌曲的路線 有點演歌的味道 第4名 張秀卿的專輯《車站》 張秀卿被擠下去很久了 哇 終於又上榜了 第2下的實力實在是有夠強的 沒有第3名 兩個第2名 再剩下是羅氏風的專輯 羅氏風這一次呢 展現了她比較可愛俏皮的一面 而且她跟女歌手之間配唱 你們發現默契好像進步了一些呢 第2張 這也是 陳英杰BS老朋友 第2集 這是老歌新唱 表現的也是陳英杰跟老朋友之間的默契 第1名 我們恭喜江慧 江慧 江慧 江慧這次的這張專輯唱片呢 跟前面一張專輯 江慧 有一點異曲同工之妙 怎麼說呢 她走的路線是那種傳統女性 但是憂而不願 心動 但是不一定會行動 走出以往那種很悲苦的角色 那麼這一次江慧張專輯呢 同樣的也獲得很多朋友的青睞 票選好多好多 緊張了 我們現在要開始看第5名到第1名的部分了 這個禮拜究竟誰又獲得冠軍呢 趕快來看看 第5名 這是久違的劉德華 前幾個星期都被擠下去了 這個禮拜終於有寄進錢 5名 進往10周了 在忙於剪裁 第2個第5名葉晴文 明月新進往3周上周 是第4名葉晴文 在這一次專輯唱片裡 走的風格呢 跟以往雙雙不同 顯得更含蓄一點 沒有第4名 兩個第3 第一個是周慧明進在補言中 從留言呢進在補言中 周慧明呢 散發無精的女人味 進房呢 有兩周了 第2個第3名 張秀的5名 今晚九周上周 是第2名張秀 這一次這張專輯呢 走的是為了承受的路線 你看不管是造型 也或是歌聲 都顯得長大了不少呢 第2名 這是兩個大男生 少年有 優克林林的專輯 進房四周上周 是第3名 第1名 梁朝五年的專輯 一天一天一天 愛力 孟子 周上周也是第1名 我卿願孤獨 也不願讓你偷 谁这种骆驼孤独的心情呢 吸引了不少的歌迷 投票给他 支持他 鼓励他 那么优克里林呢 他们的专辑这一次 邀请了不少 都是一时的名家 来为他们谱去 所以也获得不少朋友的青睐 这每一张专辑都有不同的特色 我相信都是很多观众朋友 你仔细地去欣赏过之后 才投下神圣的一票 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